美食賣場每到假日總是湧入大批人潮 其中這款三成衛生紙更是幾乎人手一袋 去年曾惡度調漲 如今終於宣布要降價 美圈從三百八十九元調降到三百六十九元 就是因為長鮮木漿 每頓價格已從年初的九百美元下跌 到現在的五百到六百美元 跌幅超過三成 人未見好奇 國內造紙大廠永峰時陣龍是否會跟進降價 擁有春風 蒲公英 情人等多個品牌的陣龍 儘管目前沒有降價規劃 但坦言市場競爭激烈 再加上現在又是淡季 因此有出新品 或是跟隨通路需求 都會採促燒方式來因應 而對手永峰時則透過銷售通路端決定 利用促燒來反應 近期也可以發現促燒幅度明顯加大許多 好市多開出衛生紙降價第一槍 成為消費者小確信 但專家分析 國內大廠生活用紙佔品只有三成左右 對包材紙張等工業用紙恐怕影響不大 三星期一 楊瀉舍勒夫子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